Hello, 大家好, 珠春路 珠海和廣東省自由行相繼在8月12日和26日重開 到現在已經超過一個星期 到底情況如何? 是不是多了遊客回澳門玩呢? 今天我去了金剛大道幾間酒店看看 在威尼斯人商場 看到的似乎都是本地人有個別遊客 人流和平時差不多 似乎沒有增加 看下去賭場 個別賭桌有兩三個客人 在樓下大堂 以前有很多內地客人拍照 今天都是小貓兩三隻 酒店員工比客人更多 旁邊的四季酒店商場 賣的都是高檔名牌 情形跟威尼斯人差不多 再走過去巴黎人 從樓上看下去大堂 人影也不多過 商場的商戶全部都有開門 但基本都是在那裡工作的人 沒什麼遊客 最後去新豪影匯 情況更差 有些店舖索性關門 機動遊戲設備都停用了 商場也沒什麼人 只有一兩間餐廳 有兩三台客人 從開自由行 其實社會各界 尤其博彩業界都抱有希望 但現實不似預期 8月份的賭收數據可以證明 因為只有13.3億澳門元 比對7月處於封關情況時的 13.4億元還要低 較去年同期更下跌94.5% 至於今年 累計的賭收是364億元 較去年同期下跌81.6% 賭收有沒有起息 業界人士認為 就要視乎內地經濟在疫情過後復甦的情況 另一方面 與內地政策措施亦有關 因為賭廳很依賴與內地的資金流動 當政策一收緊 資金流動就會受到嚴重影響 事實上 內地上個月宣布建立了 跨境賭博旅遊目的地黑名單制度 限制內地公民前往黑名單的地區 近日北京邊檢更出手 利用大數據篩查 勸阻和管控涉賭人士出境 分析認為 黑名單制度 是壓止內地資金外流的政策 業界人士表示 政策出台後 對賭廳客戶限制會比較多 可能令客人到澳門的意欲降低 未來賭廳發展可能會萎縮 所以業界對十一黃金周 也不會抱太大期望 而澳門賭收下跌的問題 大概率成為一個長期要面對的問題 業界和政府可能在短時間內 都無法解決 真是冰河時期才剛開始 好了 這一集就講到這裡 大家如果喜歡影片 記得訂閱按讚和分享 下次見 拜拜